各位观众 欢迎收看邓宏说法 在这一集我想介绍现在日新月异的一些行径手段 跟我们民众的一些映册 在20年以前洛杉基发生了很多命案 一直没办法破 很多黑人的女子 尤其是这个street girl 这个可以说是卖淫的小姐被杀了 这个案子变成一个grim sleeper 为什么的话 突然间十几二十个人失踪被杀了之后 突然间到了90年代 以后再消失掉了 这个案子警察怎么破呢 后来这变成一个cold case Sacramento一个探员 她不甘心 以后因为在其中一个女子身上提取到DNA 知道嫌犯的DNA是什么 所以但是一直去比对比对 都没有办法比对 为什么这个嫌犯的话没有被警察逮捕过 这DNA没有在DNA的database里面去 没想到的话 突然间 他们找到了一个方法 他跟一些DNA testing的供应箱提出要求 你帮我做一个partial match 一个人的DNA一部分是 有一半是来自父亲的 一半是来自母亲的 他一比对 有两个match 一个的话很年轻 那时候事情发生的时候 还没有出生 有另外一个是发生年纪差不多 也在罗安基住这段时间 他就开始注意 在一调查 发现这个黑人是在学校里面做清洁工 这种情形的话 这个人跟当时应该是有关系 所以警察是想办法 就开始找这个他的DNA 因为只有一部分的比对 所以没办法完成 所以警察就派卧底进去 请这个清洁工喝咖啡 后来在咖啡杯里面拿走了 一比对就是他 所以破了这个案子 所以现在的话 高科技的发展 DNA已经取代了很多破案的技术 在以前警察的话 他们是主要是靠证人的指认 他们会用photo line up 以后也叫six pack 他会给六套照片给你 以后每个人都在里面 有很多人好像是东方人 他给了很多东方人的照片 会让你打圈圈 这个人就是的 另外一种的话叫photo line up 就是说叫人的话 五六个人排成一排 对 让受害人 那指认哪一个人看起来 是攻击你的人 这类的话 这个技术慢慢的话 已经是不再采用了 现在采用的话 比较流行的是指纹比对 所以为什么我们在DNV里面去要做指纹 现在的话移民局申请要做指纹 以后我们只要留下了指纹之后 政府已经有这个机构 已经有这个database里面去 所以一到案发现场 指纹的人的话专门到里面去 看看有没有办法能够提取到指纹 以后再送到这个APHIS里面去 APHIS里面的话是联邦政府 所管理的这AFIS里面系统 再看有没有比对 但这个部分的话 就是有很多案发现场 是没有指纹的 他就没办法进行比对 以后这个部分的话 我们都不存在所谓的search one 逮捕令啊 搜查令啊 这部分 在案发现场里面 他就可以提取到的 那第三种的话 叫DNA DNA 自从我的老师李昌玉 提倡了 并且将这个DNA 作为呈堂证据 在90年代之后 基本上 在CSI电视剧啊 还有任何的电视剧 可以显示出来 唯物证据 从学艺里边 从头发里边 就可以找到DNA DNA一比对 就知道嫌犯是谁 但是出现一个问题 你的资料 如果不在Codex里边去 它基本上你比对不出来 Codex的话是全美国一个统一的一个 叫CODIS的一个系统 民众的话 有的DNA会存放到里边去 他们会进行比对 在过去20多年 很多警察局都不断来开始提取民众的DNA 在加州10年以前已经通过一个项法律 任何一个民众被重罪逮捕的话 都要提供DNA的样品 DNA的取样很简单 一个棉签放在嘴里边 就拿到你的口意 就拿到你的DNA了 所以现在基本上 每四位民众之中 政府就有一个人 有你的DNA 这比对 这并不表示这些人是犯罪的 而是说政府会透过各种方法 拿到你的DNA 所以很多时候现在很多小孩子 都想知道自己的家族是什么 都希望将自己的DNA放到上面去 虽然是不是你 但是由于你家人放上去 他都可以将你连在一起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也是很大的一个危机 当然还有唯物证据 唯物证据里边好像子弹打出去 一定有residual 有弹幕在里边在手上就知道 并且找到弹的 就知道弹道是怎么样子的 里边的话 是我们加州现在开始 在两年以前 要将所有的子弹都要登记 为什么 弹头一打出来捡到弹头 或者弹壳 一比对就知道 这是谁谁谁购买的子弹 所以这些都是大数据 所开始推动的 所以对我们民众来说 这些证据都是跟我们宪法 所谓保护隐私 保护我们的财产 这些权利的话相抵出的 因为这个唯物证据 在案发现场找到的 鞋子印子 然后这些东西 是不需要搜查令 就可以拿到的 所以对民众的话 现在最大的一个危机 就是第五方面 就是手机 还有电脑 我们过去十年 我们处理无数的刑事案件 很多的刑事案件破案 都是在网上来的 尤其是儿童色情照片 我们认为我们的电子邮件 是隐私的 没有人可以打开 错 Google也好 Yahoo也好 他们每一天 每隔十五分钟 都会爬扫你的所有的资料 包括你的电子邮件 并且的话 所有的电子邮件 一旦只发现有儿童色情照片 他们必须要报案 所有人处理很多的案件 都发现警察是凭什么理由 来拿到 知道你在传这些儿童色情照片 原来是Google将这些资料 同给了FBI FBI以后再一查 查到你的ISP 再拿到搜查令过来 这些需要不需要搜查令 Google给了FBI FBI那时候向法官 拿到搜查令 完全可以将所有的资料 承担证据 所以很多时候 手机 网上Facebook这些资料 你可以看得出 对隐私的部分 你密密麻麻里边 已经 她会写一条 你使用 我给你免费的电子邮箱 并不表示你可以 从事违法的事情 如果你是从事违法的事情里边的话 我必须要举报 所以这个隐私 你不存在隐私的问题 所以这一系列的这些证据 警察已经是可以透过合法的手段拿到的 好像你的手机记录 你要你到哪里去 警察可以向AT&T Spring里边的话 调你的手机记录出来 我们经常处理很多 好像一些谋杀案件 我们会说 他可能不在场 对不起 AT&T的代表来说 你看看 我们的这个towershell 我们的这个发射台 里他的手机这部分 以后在何时何地 手机的位置的话 是在这两个发射台中间 光好是案发现场 基本上的话 他已经透过这些电子讯息 将你已经定位到那边去了 当然民众的话 要怎么样在高科技期待保护自己 最重要的话 你要知道 这些很多信息是公开的信息 警察不需要搜查证 并且这些信息的话 往往是在第三者 立法人员 调查人员 完全可以向第三方调资料 而你不知道 好像Google 这些 还有是手机 他拿到法院的这些搜查令 他必须要将这个资料交过去 你根本还不知道 所以这种情形的话 我们要注意的话 个人远事很重要 怎么应对 一方面不要随便答应 所以不要随便同意 很多时候 虽然这些 有可能是 他们需要搜查令 探员了 以后他说 你同意给我你的DNA 在给你DNA之前 你最好咨询一下律师 以后看看 因为 以前也讲过 警察可以撒谎 无中生有 有我们想拿下DNA 只要排除你的清白 但是的话 他可能没有你的DNA的话 他不一定能破得了这个案件 对律师来说 对被告来说 嫌疑犯来说 如果你没有这必要 去搬起舌头杂志的脚 协助警察来破案 所以很多时候 如果你知道警察是冲着你而来的 第一个事情是保持沉默 第二个事情 赶紧找律师 因为毕竟 这一类的新科技的破案方法 已经是传统的很多 我们讲的判例也好 烧查令也好的话 已经是跟不上来 但是在跟不上的情况之下 往往法官说 这个没有陨师的问题 以后都会给警察很多 开绿灯的机会 美国宪法是保证民众的权利 但是这些权利 我们必须要知道 有很多权利 政府是不会跟我们讲的 在Miranda警告里边 警察在逮捕民众的时候 才需要让民众知道 你有权利保持沉默 你有权利聘请律师 但是的话 警察不会跟你讲 你有权利不同意 进来烧查 你有权利的话 可以说 哪一个邮箱 我不愿意给你 或者是什么情况之下 我不愿意可以有权利拒绝提供DNA 提供血液 提供指纹 提供签字的样品 这些的话都是民众有权利的 但是怎么样的行使 行使你的权利 保证自己的话 免受警察的骚扰 很多时候 一定要咨询一下刑事律师 这样子就知道该什么做 谢谢大家收看 这集的邓宏说法节目 如果你喜欢这集的节目 请按赞 或者是分享 如果你想收看 更多邓宏说法的节目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大家的收看